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经常觉得我今天要去三个地方见三个不同的人 可能那个作用是不同的 那怎样我可以不拿三件衣服 三对鞋、三套首饰呢 那我就设计这些衣服 都是很实际 应该适合一些比较忙的人 因为它是很多不同的身形都配合到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衣服 首先是黑白 就容易搭配其他的饰物 或者其他的衣服 或者是鞋 其他东西 而它全部都是 要是有个束腰的带 要是有个帽子 要是有橡筋绳 放假最重要是拍照 所以永远都会选一件 是穿得舒服 但拍照又有很多质量的衣服 那就变了整件衣服 是穿出来舒服 还有有袋 容易摆东西 绑腰又容易吃大餐 跌脖就容易拍照 会更漂亮一点 多一点角度 多一点漂亮相 Business Woman那套 就是有两个楼 可以扣上和扣下 我常觉得 你去完一个议会 之后 你穿到一个Business Suit 去吃午餐 或者有时穿一件Business Suit 去参加其他 跟朋友吃饭 有少少拘紧的感觉 所以我们设计这件衣服 就可以適合议会 之前和之后的一件事 Party最重要的是 漂亮和很轻松 我们这一条 就像是裙 但原来它是一条褲 就是让你到处 跳舞 或者走来走去 都会舒舒服服 跟着它上面 就有很多简单的Ruffles 就会显到你的肩膀 有很多漂亮位 去拍照 拿着酒杯 你有拿着电话 可能别人给你卡片 你有拿着卡片 就很疲借了 所以电话 口唇膏 补装盒 全部放在袋上 然后你就可以很享受 拿着酒 到处走 到处喝 到处聊天